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是中华科技大学参议系老师 我叫王凤英 那我以前呢是在食品药物管理署工作25年 然后呢到这边来教营养学啊 还有膳食设计菜单设计 还有一些膳食疗养学等等的课程 那我呢擅长于这个饮食指导 因为呢在民国68年 我就在长根医院当营养师 当了两年的营养师 所以呢我擅长于饮食指导 那所以呢我最喜欢上这个营养学啦 那所以呢现在我希望同学能够休息 我这个三学分的营养学 那我的营养学是三学分 那这个三学分是属于远距教学的方式 也就是说面兽有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是属于这个远距教学 所以呢整个学期你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是用网路教学的方式来上 那另外三分之一是面兽 所以我们是混合式教学 有一些教学的进度 还有一些公告的事项 然后这个公告的内容等等 或者是绞交作业啊考试啊相关注意事项 都会po在公告栏公告注意事项里 本科目相关的宗旨 就是说我们希望你能够经由营养学 那你就可以学到如何为自己的饮食跟健康呢 可以有一些关联嘛 也就是说你要摄取对的饮食 然后呢就可以促进你的健康 所以本课的宗旨就是要促进你的健康 再来就是你休息了本课程之后呢 你就学会了有对的饮食习惯 再来有一些专业知识 就是餐饮有关的专业知识你就有了 比如说营养学啊 那之后呢你就会做菜单设计 团体膳食设计 还有膳食设计 以及膳食疗养学等等 更进一步的一些相关的玉皇医学的知识 都是可以从本课程的营养学三学分做一个开始 本课程营养学的学习目标呢 就是你可以学习到如何让自己得到正确的营养知识 那得到了这个营养知识 你就可以为自己做好菜单的设计饮食的规划 得到了一个均衡的饮食习惯之后呢 还可以为别人设计 有关的知识呢 就是营养学的知识 可以知道你吃的食物得到的营养素 可以经由消化吸收代谢排泄 这个营养素是怎么被消化吸收代谢 那得到了这样的正确知识以后呢 你就是可以为别人去做菜单设计规划 甚至于为他做一个卡路里的计算 然后帮他或者是帮自己做一个热量的计算 或者是蛋白质脂肪糖类的分配 做好正确的饮食习惯的规划 那这个就是一个技能 那最后我们还要告诉你说 你的学习目标里面有一个态度 你学习的态度就是要来积极学习 而且要很认真的来学习说 怎么样把食物跟营养 就要好好学习以后 你可以落实在生活 落实到生活是很重要 每天三餐你都可以去知道 你该怎么吃 吃的健康 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那就让你这一辈子可以健康长寿 远离疾病 这就是我们的学习目标 再来我们的学习对象 那我要告诉同学 大部分在大一或者是大二的同学 都可以参与休息 这个营养学三学分的课程 本课程是一个基本的课程 那基本的课程你学好了以后 未来再学其他的课程呢 就非常容易了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学习的对象 那对于有些同学认为说你对食物啊 对健康啊有兴趣 你想更深的自我学习也是很好的 本课程的学前能力就是你可能要具备基本的高中生化 或者是普通化学以及高中值的英文啊化学啊这些能力 大概基本上就可以了 其他如果有更好的有生化学啦食物学啦 这种基础当然是更好啦 再来还包括如果你非常的很有兴趣 已经知道了很多相关的有关健康啊医学啦 或者是这个自修能力的同学也都可以来学哦 如果你有这个自我自修的能力的话 大概都跟得上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学习方法的部分 那有关学习的方法就是课前最好做一些预习 也就是说你可能要先了解本课程大概是讲了些什么 比如说有一些是介绍蛋白质啊 你可以先看看书啊或者是预习一下啊 做一点预习然后再来听课 学习中呢你就要做做笔记 把重点记下来 也就是说你在听讲在看网路学习的时候 你要有做笔记的习惯把重点摘入下来 那课后呢就是要做一些习体啊 测验啊综合的一些测验活动等等 来测验看自己有了解了吗 本课程教学大纲一共呢有36个单元 每一周大概就是有三个 三个小单元要进行 那在一三周 一三周课程开始的一三周 务必来做进行面授 这个尤其是在第三周的时候 我们要确认要留下你的email账号 再来就是要确认你要休息要选修本课程 在第三周务必确认 那在第五到第八周的时候 就是配合着这个课程的进度一直跟着进度来 到第八周的时候我们已经要进入其中考了 所以呢我们第八周是其中考的预习 就是说要让你知道我们其中考要怎么考试 那到第九周 第九周就是我们其中考试 那这个其中考试呢 跟一般的考试是一样的 进入了第十三周到十六周呢 我们会进度你要跟着上来 那我们的这个要配合着我们的活动 那到了十七周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预习期末考了 那十八周我们就是进行期末考的课程 成绩的考评这部分非常重要 考评分座两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会有线上的 线上的就是你要百分之百的道课哦 就是把三十六个单元 你都要好好的来点阅 就是百分之百三十六单元都要点阅 然后呢里面就要做一些 测验 作业 讨论等等 这个都是我们线上的 那实体的部分呢就是面授 那这个面授呢这六次的道课率 也是一样 同学一定要注意哦 你道课率也是很重要 这六次一定要来 再来呢期中考期末考 是跟一般的期中考期末考一模一样哦 那最后呢还有一些 这个跟老师互动的一些分数呢也是很重要 那未来的学习方向哦这一部分呢老师必须要提醒你的就是说你经由这三学分的营养学以后你未来可以去学些什么呢菜单的设计规划还有膳食疗养学甚至于你还可以学一些运动营养学美容营养学等等的课程就比较容易了你可以从本来的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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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得到的知识与技能就可以增加你在餐饮的一个专业能力 现在我要跟大家介绍网络大学这回事啊因为呢同学在进来网络大学以后首先要留下你常用的电子邮件信箱让老师能够跟你有互动 再来就是有关你对于本系统有不了解的地方那么你就可以进入新手上路的功能去看详细的进入这个平台了解这个平台的内容 最后呢也就是说你要随时的去注意公告 因为有一些公告事项老师在那边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要缴交作业 什么时候要有测验那什么时候有讨论等等都会在公告上面说明的 你一定要去了解哦 那这个呢请同学务必要去把这些事情清楚 那这些呢就是老师营养学三学分的课程呢 希望你能跟我大家互动的很快乐哦 那本学期如果你选了课我们就在课程上 大家有互动happy的一起相处一学期吧 希望你来选我的课哦拜拜